东北军二十万大军进入陕西和甘肃以后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较灭红军 在张学良从厄远苏区调动部队开往陕甘的时候 蒋介石干脆当面暗示张学良 说杨虎城啊,较供不利 暗中还和红军勾结 处处和中央对抗 早就想把他换掉 只要张学良能够打几个胜仗 就可以把闪干的地盘交给他 张学良和部下的高级军官智囊人物多次开会商议 他们都认为啊 目前红军在陕北只有刘志丹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四千多人 装备还低劣 而己方呢,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大军杀过去 怎么可能不胜呢 王毅哲和祝国这些高级军官认为 现在东北军没有地盘 补给军费全靠南京提供 中央提供给东北军的军费很低 一个师仅有三万元 大约是中央军一个师的四分之一 中央军整编师每月军饷十二万元 一个师三万元的军费顶多只能保证部队吃饱肚子 官兵军饷少之又少 用来养家肯定是不够的 这也就造成了东北军家属几乎无法生存 境遇极惨 东北军士兵一方面因为不战逃出东北老家 被全国舆论抨击 这就造成全军情绪极为低落 另一方面呢 由于随近家属无依无靠 更是并无斗志 王毅哲等人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东北军虽然有二十万大军 也支持不了几年 如果这种境遇再拖个几年 东北军上下都会产生异动 一部分人肯定会离心离德 投靠国民党中央 以换取更好的地位和待遇 东北军在未来几年内 肯定会被国民党中央军 一口一口地吃掉的 现在东北军如果能够占据闪干的地盘 最低程度也能保持现有本钱呢 但是也有些老成持重的军官 如于学忠、万弗林等人则认为 西北是是非之地 青海宁夏的穆斯林马甲势力 借助苏联起家的新疆盛世财势力 隋远山西的延西山势力 陕西的杨虎城势力 陕北的红军 新疆极端宗教组织 维吾尔反政府力量 隋远蒙古族反政府武装 青海藏族封建势力 加上其他各地 如甘肃的鲁大昌 陕北、景岳秀 这些中小土军法 各种势力少说有二三十股 这么多地方势力 错综复杂 加上苏联、日本、英国等列强介入 军事、政治局面都非常混乱 单靠东北军二十万人 一无当地百姓的支持 二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三无可靠的外援 是并不容易控制住西北局面的 东北军一旦操作不好 很可能陷入西北的乱局 无法抽身 反而会被别人消灭掉的 各种意见呢 汇集到张学良这里 张学良认为呢 现在的东北军 就像个快又饿死的人 必须先找到一口东西吃保住命 然后才能想 这个东西吃了后的作用是什么 宁可毒死仗死 也不能活活地被饿死吧 大方针定了以后 张学良就开始分析陕西的情况 准备军事和政治上的部署 张学良有一个绝对的心腹 东北军情报系统的头子 黎天才 黎天才这个人呢 原名李渤海 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北大学生 还是李大钊的学生和交通员 曾经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但是 张作霖在入住中原期间 全力清除中共地下组织 李渤海呢 就被他们秘密逮捕了 李渤海入狱以后啊 立即遭到酷刑 但是李渤海开始还是很硬的 他说自己是普通市民 是做小生意的 其实啊 李渤海是希望外面的中共组织 营救他 但是中共此时啊 自古不暇 高层纷纷被捕 地下组织也被破坏了 就连李大钊等人呢 也被迫夺入苏联大使馆 没有力量营救他了 加上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 有叛变的 就出卖了李渤海 李渤海呢 已经无法掩饰身份了 被告知 几天后就要被处死 面对死亡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叛变求生 其实 当时中共里面叛变的人员也不少 就连当时和周恩来平起平坐的 公运领袖顾顺章也投降了 如果不是这样 中共也不会组织一个 专门处理叛徒的特科除监队 专门杀叛徒 李渤海叛变后呢 就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 河畔托出 包括李大钊的全部秘密 张作霖奉袭的最大权臣杨雨婷 就依靠李渤海等人的情报 下令士兵冲入苏联大使馆 抓获李大钊等党员 还缴获了很多秘密文件 不久呢 李大钊被张作霖下令绞死 在和李渤海的交往中 张作霖和杨雨婷都认为 李渤海是个不可多得的特工人才 应该加以重用 就把他呢 任命为北平公安局 政训部的秘书兼宣传客厂 后来呀 李渤海被逐步提拔 在张作霖死后 成为张学亮的心腹 开始统领东北军自己的情报系统 并急于其少将军线 李渤海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呢 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整套东西都很熟悉 他畏惧中共的除尖队惩罚自己 假之自己以前毕竟是中共党员 也怕蒋介石中央政府追究责任 就改名为黎天才 东北军的情报系统在当时力量很强 在张作霖时期 由于东北军的安国军政府 是西方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 他的情报系统不仅人员众多 遍布全国 甚至在欧洲和日本都有自己的特共组织 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国民党中央中统的陈立夫兄弟 和军统的戴笠都对黎天才恨之入骨 试图将其灭掉 但无奈啊 黎天才的能力很强 东北军的情报系统和国民党中统 军统系统始终在斗发 黎天才此时向张学良报告 说陕北红军为留置单部红26军和红27军 正规军呢只有4000人 兵员素质差 装备极为低廉 没有火炮 机枪也很少 步枪呢 都是缴获而来的 有好几种型号 子弹也缺乏 其中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 拿单发土枪 鸟枪 甚至是大刀长矛锄头作战 如果单纯按照战斗力来计算呢 顶多相当于东北军的两三个团吧 不过黎天才又向张学良报告说 之前打掉杨虎城三个旅的红25军 马上也会到达陕北 红25军经过长期转战 所部只剩下3000人左右 由于之前打杨虎城部有大量的缴获 所以装备还可以 张学良对黎天才说 这两股红军不过7000多人 装备跟东北军根本无法相比 我们东北军至少可以出动13万部队作战 十几倍兵力 怎能不胜呢 黎天才认为徐海东红25军人数虽少 但是经过长期残酷作战的考验 士兵的战斗力很强 不可小视 杨虎城就是因为小视了他们 一年内被吃掉了三个旅 红26军刘志丹则是地头蛇 击退了杨虎城和景岳秀的两次大规模围剿 占领了陕北六个县城的地盘 也是很不容易对付的 张学良此时被抢占闪干地盘的思想冲混了头脑 加上年轻气盛 怎么可能听尽反面的意见呢 他就对黎天才说 你的顾虑太多了 这样怎么能做成大事呢 越是关键时候 越当机立断 你这样顾前顾后的机会都丢光了 你看看这把刀 这是以前大帅叮嘱我的话 让我一辈子到了关键时候 就要记住这几个字 随即张学良拿出一把佩刀 给黎天才看 这是张作霖留给他的遗物 上面刻着七个字 世道临头需放胆 张学良又说 现在中共红军主力还在甘肃境内 没有到陕北 红二树军刚到陕北立足慰问 需要修正 此时陕北最多只有七千多土共武装 我们自然要乘着这个机会 一举将其消灭 占领陕北苏区 然后回尸消灭 中央红军 一举完成 剿匪大业 红二树武军 总共也就三千人 能成什么大气候 刘志丹布装备 也就比当地土匪强一点嘛 我军一个嘉青营的机枪火炮 抵得上他们一个尸 这种队伍 怎么是我们的对手 之前他们能够打败杨虎城和景岳秀 主要是他们战斗立场 加上消极避战 都不愿意损失实力 我们以十几倍兵力打这样的部队 就算胜了 也是胜之不五 黎天才是个聪明人 知道揣摩上面的意思 看到张学良说这样的话 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东北军毕竟是封建军阀体系 张学良部下军官 大部分传承中国古代官场的恶习 就是揣摩上意 保证自己官位为第一要务 所以很多时候 他明知道张学良的部署是错误的 也不敢违抗之处 这也就造成 刚毕自用的张学良连续遭遇失败 当时刘志丹的红军占据着 安定 延长 延川 安塞 静边 保安 六座县城 在此处建立了根据地 而周围约有二十多个县 都是刘志丹的游击队 属于红军游击区 很多村庄都是刘志丹的势力范围 张学良随即部署 东北军步兵八个助理师 和一个骑兵师 分两路进攻陕北苏区 首先荡平刘志丹的 所谓游击区二十多个县 然后一举攻占刘志丹控制的 六个县城 占领陕北苏区 一路是以王毅哲六十七军 从南县的关中大局北上 占领陕北军事要地 洛川 甘泉 最终要占领延安 延安当时叫做福治县城 六十七军下下四个师 都是东北军的主力 另一路是董英斌五十七军的 五个步兵师 和合筑国的一个骑兵师 他们将从甘肃的青阳出发 从西向东逼近陕北苏区 一路占领太白等地 准备最终在延安会师 董英斌的五个师中 有四个也是东北军的主力 装备最好 只有沈克的一个步兵师 原本是石有三的部队 投降东北军的战斗力较差 同时呢 张学良让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从东边的韩城城城一带 向西进国苏区 三路大军的目标都是延安 一旦占领延安 就将陕北苏区的南部游击区 全部攻占 把红军压迫在六个县城的 狭小区域内 之后 东北军就具有战略上的优势 可以轻松地将陕北苏区 结成几段 一口一口地吃掉 张学良同事命令 榆林的土军阀 景岳秀部和高贵兹部 在北部堵截 防止红军北上逃窜 由此 东北军十七路军 及其他的地方军队 从四个方向逼近苏区 双方军力对比相差了十几倍 张学良认为此战是必胜的 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把杨户城的部队放在眼里 他对杨部十七路军的部署是象征性的 实际上他不愿意让十七路军参与进攻 以免抢了东北军的功劳 杨户城得知张学良的部署 冷笑道 张学良以为自己是石头虎杀一只羊 其实他是把十只羊送到老虎嘴里 杨户城的部下大将孙伟如说 我们十七路军要不要跟东北军一起行动 主力向延安一带进军 如果东北军遇到困难 我们也好帮他们一把 杨户城说 你看看这个军事部署 张学良就根本没有想让我们一同进军 他想自己占全功 我们帮他干什么 况且刘直丹徐海东 比这个张公子厉害多了 我们去了 也占不到便宜的 反而会损失自己的实力 我们的部队 在寒城一带 按兵不动就可以了 等着看他的笑话吧 张学良的作战部署送到南京 陈诚和何应青看了以后 相视而笑 学良还是太年轻了 话虽如此 杨户城也不愿意张学良 被红军打得太惨 因为这样 国民党中央军 就肯定会代替东北军进入陕西 相对国民党中央军来说 东北军势力较弱 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 杨户城在张学良出兵之前 就找到他 说张副司令 红军不好打呀 用兵要谨慎 张学良此时 哪还能听进别人的劝告呢 就随便敷衍了杨户城几句 杨户城回来 对部下说 这个钉子 张学良是碰定了 他根本不听人劝告 反而以为 我们在耍手段 我们只好 等他碰了钉子 再劝吧 咯 另外 咯 请兜